进出中组部 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 作者 严淮 播讲 夏秋年 第一节 夏 被陈元劝进 但聚当李锐与陈云的联络员 聚当李锐与陈云的联络员 1982年8月18日早八时 我向持枪的解放军战士展示 该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 大印的中组部八二干调字某某号调令 走进西单商场北边那座不挂牌子的灰色神秘大楼 历史的巧合 1966年的此时此刻 我在天安门城楼上 曾距权力中心的毛主席林聚离 用16年时间几乎走遍中国 这也是央视节目名称 才进入天安门东北仅两公里的中国组织人士权力中心 50年代 父母带我去西单商场 我看见这无牌子 有警卫的大洋楼很好奇 父亲说 这是管我的地方 现在 我进来了 不安分手挤的我 不是那种既来之则安之的人 而是既来之则折腾的主 尽管当初我不愿来 尽管这里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部 共产党在此继承了中华历史的优秀传统 因为力部 历来是力 护 礼 兵 行 公 六部之首 号称天官第一部 组织部的工作笔记和文件 名单 在离开时必须全部交回 以下的回忆只能参考我的日记和近期收集的资料 我被引荐给清干局李锐局长在部长们办公的四楼的办公室 李很热情 自我介绍 我65岁 从水电部副部长职位上离休了 陈云说让我当清干局长委屈了 这是陈对我的重视和信任 陈办介绍了你的情况 我等着你出国回来呢 中组部情况挺复杂 你来了就好好干吧 他还介绍了清干局现有四人的情况 水电部长刘兰波的秘书李志民 你清华和101中双重校友 我带进清干局唯一的人 文革后从东北调到中组部清查办的两位县级干部 刘广祥和彭首范 他们在清查中得罪了部里一些人 不便到其他局 人不错 我要了 电子部的徐宫廷 文革后期反批凳 和你一样也是陈办推荐的 干部管理需要他这样懂计算机的 我小学时 看过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 中学时 得知他任毛秘书前后的故事和事故 大学时 听陈元揭秘他与毛的恩怨 近期 更向陈了解了他的长短处和特点 今天我终于认识了李锐 当时我没预料到 他将深刻的影响我在中组部的境遇 他对我从第一房到信任 最后保护我免于邓颖超的驱离 第一周 李锐秘书周宝志 带我到中组部各局势认门 认人 认业务 我也例行公事的拜见 早已熟悉的宋任穷部长 私下与宋秘书刘泽鹏等几位干部子弟熟人聊天 他们说中组部历来是内生制 对突然冒出的轻干局 对外面空降的局长和局员很不感冒 议论纷纷 我才理解李锐的情况复杂论 一周后 在轻干局三楼的办公室 召开第一次局务会议 李锐主讲 一 陈云的指示及如何执行 二 今年后几个月的工作 三 轻干局自身建设 四 下文件要求各省市立刻成立轻干处科 李锐秘书记录 随后我们五个局员热烈讨论 各输己见 会议最后 李锐说 周秘书整理好会议纪要 严怀送到陈云办公室 以后你就负责联系陈伴 此刻我才明白刚见面时 李讲我等着你呢的含义 我当即表态 李锐局长 平时我们都称李部长 我现在是您下属的轻干局的局员 不是陈云的哥们 更不是陈云联络员 这次我服从 今后您还是通过部办公厅走机要交通吧 我不用办公时间 不坐机关小车 到中南海承办送文件 以免使特殊的轻干局和我更加特殊 这种事情在保密单位也保不了密 下班后违反保密规定 我骑单车携机密文件去陈办 交接签收后 我按李锐没有明说的意图 汇报了组织部的复杂和李锐级轻干局的难处 得知我来 刚任北京市西城区委副书记繁忙的陈云下班后准时回家 共进晚饭后我们畅聊交流 陈奖从国家纪委下降到基层的感受 我谈从国务院部门上升到党中央机关的体会 最后我严肃的重申 我是轻干局局员 不是你父亲和李锐的联络员 陈云同意 答应通过陈办正式向李锐转达 1982年9月 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 首次写入干部的革命化 年轻化 知识化和专业化 明确提出新时期的干部标准 干部四化的关键是年轻化和知识化 胡耀邦要求中组部 对领导干部提出当前三年 五年和八年要达到的年龄和教育程度的要求 这项开拓性工作 自然落到新成立的清干局 李锐说 小言思想解放 就负责这事吧 当时全国县处以上干部 统称各级领导干部 共计81万人 军队干部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管理 中组部不管理 不统计 大学教育程度只占6% 高中22% 初中以下72% 领导干部绝大多数50岁以上 我经过调研提出 目前省部级50岁以下和大学程度应占三分之一 三年后达到二分之一 五年后新提者都应50岁以下和大学程度 这个现在显得很保守的建议 当时却非常激进 局内讨论小有异议 我力争后顺利出局 到其他局势征求意见 争论很大 例如在与研究室讨论时 和彭吉隆争论激烈 彭在新世纪任中纪委副部级的副秘书长 我可能出口不逊 一年后已成局长的李志民与我谈心时 重提我早已忘却的此事 说我言词太尖锐 使鹏下不来台 我日记里记下李的此话 向不领导汇报时 我说当年干部已出身好 资历老 大老粗为荣 谁能想象以工农为主体的中共 会要求自己的领导干部年龄低 文化高呢 干部四话是一场革命 许多组织干部已是阻力 最后一句话被刘泽鹏抓住 警告我到中组部要谨言慎行 不能像在清华时那样畅所欲言 胡说八道 李锐当然支持我 他以锐不可当的气势 为此方案力排众议 保驾护航 使其终于通过 上述两个三分之一 成为随后调整省委和省政府的硬指标 我们都认为李锐很强势 思路开阔 雷厉风行 提出一个想法 能把组织部上下裹挟着走 这很少见 我的挚友继任中组部长 陈也平的秘书任小斌 在2014年第33期 中国新闻周刊上如是说 小插曲 国庆前夕下午 部里通知 下班后到东华门旁的 中组部崔明庄招待所 领取机关发放的过节食品 在煤炭部时 隔三差五就分东西 原以为到了中共中央机关 享受不到那等福利 中组部老同志说 组织部有权无钱 你那副处级的百八十块够干啥的 咱们一年几大节也经常分析实令食品 我问干嘛跑那么远去取 他指点迷津 原来都在部里分 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 占了咱一层楼 总不能在纪律眼皮底下 干这犯纪律的事吧 听说中纪委也在外面分 彼此心照不宣嘛 不久 中纪委搬到平安里西面 官员的独立办公大楼 我们分东西就再不必舍尽求远了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本来是 investment的 那是完全没关系 Behavior